民主社會人人平等嘛 難道 你怎麼可以再公開去戲劣 每次都覺得總統有一個狹窄啊 太低級了你知道嗎 竟然把窮沒錢清廉 他當成是一個侄母來嘲笑你 難道你一定要貪污 然後前幾的時候可以花大錢 這個叫光榮 又回到過去黨政軍操控時代了嗎 正道不孤啦 對 我們不願意看人家強靈弱重爆寡 當然 我們沒有辦法說 我沒錢你嘲笑我 對沒錯 我們也不會去說 沒錢選什麼總統 對 對不對 我們是民主社會老大 對啊 民主社會人人平等嘛 人人勝而平等嘛 難道 你怎麼可以再公開去戲劣 嘲諷 踐踏 蹂躏 說別人說啊你沒錢 沒錢選什麼總統 你看劉寶傑那個嘴臉 你看劉寶傑那個嘴臉 都這樣 說你沒錢說 說那個柯P沒錢 所以說家裡蹲 家裡蹲選總統 有錢就負責就對了 是啊 有錢就負責了 有錢就負責了 所以太低級了你知道嗎 竟然把窮沒錢 青年 他當成是一個恥辱來嘲笑你 真的 對不對 難道你一定要貪污 然後有上百億 然後選舉的時候可以花大錢 可以大動員 這個叫光榮 你想想看嘛 國民黨不是都窮的家族勢幣 一窮二白嗎 到處跟他借錢嗎 結果你看 哇那麼有錢大動員這兩天 哇動員成那個樣子 游覽車突然都有生意了 對 那你說這錢哪裡來的 這個錢到底藏在什麼地方 還欠黨工薪水 資錢費沒發 10億 10億不付 他說他選一個總統要100億 你有100億 你省一點點 你90億就選不了了嗎 90億都是天文數字的各位 欠黨工的10億他不照顧 為他奉獻一輩子的黨工 他叫人家你去告啊 告到再來講啊 他現在連自己的黨工都不照顧 他如果拿到總統的位置 他會照顧廣道勞工 對 所以你想想看嘛 他就是完全是個權貴政黨 貴族政黨 然後全部都是宮廷文化 你說趙超康不就是宮廷文化 宮廷權貴的具體代表嗎 那朱立倫不是大少爺嗎 他不是大宅門的大少爺嗎 那侯友宜不是就是 大宅門大少爺大官僚的護院嗎 這麼多無恥的名嘴跟主持人還有主播 然後幫著他們賣命 不需要給錢嗎 你沒發現突然間 好像所有的媒體 都變成國民黨死患了嗎 又回到過去 黨政軍操控時代了嗎 你天天跟黨工喊窮 但是卻有那麼多錢可以到處傻 你讓黨工看了以後不心痛嗎 今天我們知道了嗎 我們來看看 我們到處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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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